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春濤 新口岸區賭場臨立,當譜亦一大堆 不過在今天凌晨6時半左右 一名額店女職員到警局報案說 她工作的科英布拉街的額店 有男子入內釀出把刀要拿現金 店內人員唯有就範 男子掠走收銀貴部分現金後離開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事後怎算發現十多萬港幣被人搶了 原來攝氏的額店位於新口岸區海旋門附近 在治安警新口岸警司處旁邊 在警局旁邊照樣老奈 經了解事發時 額店有兩名女職員當席期間 一個人在二樓角樓去廁所 攝氏的男子走進去 被釀出把刀架在女職員的頸部 要拿錢 期間角樓的女職員聽到聲音下來 被刀架頸的女職員要求同事打開前櫃 把錢給名男子 懷疑有人看到櫃檯有現金 隨即把兩名女職員趕上角樓 並掠走現金 還下店鋪的大閘 阻止兩個人追截迅速離開現場 被刀架頸的女職員 頸部受傷 可能戒倒車少 送院驗傷 也有附近店鋪的人說 當時突然聽到旁邊的店鋪突然大聲落閘 隨後有人逃離現場 指引警接報經調查後 已通知司警跟進 正追查涉案男子下落 事件確切起因有待警方查明 再公佈 澳門的額店和當店 和賭場一樣 都是24小時營業 以往當假事比較多 當假撈那些多 不過老粒的比較少 今次居然這麼沙膽 在警局旁邊都夠膽 拿把刀進去老粒 不過現在到處都是攝影 拍照再搞面容識別 應該很快會抓到人 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賭輸了 走去老粒 不過有時候賭令人有信心之外 賭營會令人壯膽 這麼大膽 好 這一集先聽到 有多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